最大的一個心力 那接下來我們就承諾國立委來向大家報告 劉錫芬院長不只是民主進步黨創黨的主要推手 他更是對台灣民主發展以及國家建設貢獻卓業的政治工作者 他從1981年擔任神議員對台灣自由民主的貢獻 我相信大家都看在眼裡也尊重在心裡面 特別對議員的建設如果沒有劉院長 雪山隧道不可能通車 國庫也不能順利來通行 對議員的點點滴滴 議員感念在心 是議員之光 今天能夠再次獲得蔡英文總統 以及民主進步黨的肯定 推遣為政治組的第一名 在安全名單上內內 台語是第八名 這樣的一個意義 代表民主進步黨跟蔡總統 對游院長的肯定 我個人以宜蘭人為主 也在這裡呼籲我們所有的宜蘭人 支持民主進步黨 讓民主進步黨再過半 也讓游行部院長順利能夠擔任立法院的院長 立法院院長是由立法委員投票 我將代表宜蘭人來投下這個神聖的一票 讓游院長繼續為台灣 為宜蘭來奉獻付出 我相信這個歷史的一刻 我們依然也非常雀躍 特別期盼這樣的記者會 呼籲大家相信 支持蔡英文總統 支持民主進步黨 也支持歐國 讓我們共同為國家的努力 謝謝 謝謝 東反動 我們在做貴賓 我們所有的媒體先生 過去我們游行部院長 不管是在擔任選議員 還是擔任官長後來的這個行政議長 表現都非常健全 而且也都在每一個節目上頭 可以做出最好的好的工作 我相信我們所有官民 對著過去我們游行部院長 所以創辦的這個童韓藝術節 應該都記憶猶新 這也是目前我們全台灣下季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旅遊的盛事 後來我們議長 冬任平靜議長的時候 他可以來打通到我們的刷山水道 我們宜蘭官 建國賓海共同的套館 這都讓我們在同時交通網路上有一個非常大的躍進 我相信未來有機會讓我們議長來擔任立法議長 這是我們全台灣所有鄉親的福氣 他過去擔任平靜議長的時候 不管是委員長還是一平靜議長都是第一名的 在當時議長的進來 所做的很多中台建設 都跟我們全台灣有一個很好的委員的方向 未來我相信 他對到我們的行政體系的實施 來擔任立法議長絕對是不好的人選 也是最勝任的一個人選 對到他過去 平靜議長 因為郵靜議長 整個月會暗 在立法議長 郵靜議長來擔任 我相信 這也是可以讓我們全台灣 另外一個進步的大躍進 我相信未來 拜託我們所有鄉親市大樓 我們總統來支持我們的創意文 區議的立法議 繼續聽哨我們的担保票 政黨票支持民主進步動 我們把國家繼續交給創意文 宜蘭官的建設交給我們的郵靜議長 跟我們的担保票 委員 共同來打拚 這一定可以讓我們宜蘭官更能力化一個大進步 台灣平靜議長 立法議長 台灣平靜寅 引役拚負負負 台灣平靜寅 引役拚負負負負負責